冬吃萝卜,夏吃姜 今天还是继续分享萝卜的吃法 不炒不炖,不用煎,也不用油炸 口感鲜嫩,营养又健康 200克糯米,先用清水淘洗干净 然后把水倒掉 重新加入能没过糯米的清水 把它浸泡6个小时以上 或者提前浸泡一碗 两个洗净的绿萝卜 先把头盒尾去掉 然后直接用擦板擦成丝 锅中提前把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盐 搅拌一下,让烟完全化开 再把擦好的萝卜丝下过来焯水 大约一分钟就可以 经过焯水以后 可以去掉萝卜皮的辛辣味 而且萝卜的颜色会更加鲜亮 然后全部捞出来 不需要过凉水 盛到一个盆中 把它摊开放凉 这些是提前剁好的一些肉末 加入葱花和姜末 胡椒粉举行增香 一小勺五香粉 适量点调味 一勺生抽提鲜 半小勺酱油 可以增加酱香味 再来一勺食用油 先用筷子顺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让肉充分吸收一下调味品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半勺玉米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放一边腌制五分钟 加鸡蛋和淀粉 都可以让肉的口感更加滑嫩 放凉的萝卜丝 先用力积一下多余的水分 放它马上先切成小段 然后像剁馅一样剁一会儿 让它更细腻一些 剁好以后 跟腌制好的肉馅成在一块 再次搅拌均匀 这样一份香喷喷的萝卜肉馅就做好了 这些就是浸泡好的糯米 已经吸足了水分 用手稍微用力就能捏水 用一个滤网捞出来控水 盛到一个盆中备用 抓一团刚才调好的馅料 先左右手来回摔打几下 可以让里面的组织更加紧实 然后团成一个圆球 再把它放到浸泡好的糯米里 滚几圈 让表面都能粘上糯米 最后左右手来回倒腾几下 可以让糯米粘得更牢固一些 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蒸壁上摆好梯布 每做好一个就直接摆进来 锅中水烧开以后 再把蒸壁摆上蒸锅 盖上盖子 中火蒸20分钟 如果你做的丸子更小 也可以缩短几分钟 现在时间到了 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出国以后 还可以调一份自己喜欢的蘸料 这样做的萝卜肉丸子 入口特别的鲜奶 外面的糯米也已经非常软糯 入口特别浓郁的萝卜清香 蘸食料汁两口一个 既营养又健康 老人小孩都很适合 喜欢的话 赶紧收藏起来 试一下吧 谢谢大家